一部私家车分别由红磚和九龙城 驶到九龙堂有一村 到达目的地之后 经信用卡给车资 分别73元和157元 警员随即表露身份拘捕司机 两个被捕男人分别34岁和53岁 涉嫌非法在客取囚 和驾驶汽车的时候没有第三者保险 警方星期二除了拘捕五个私家车司机 也拘捕Uber三个职员 说他们涉嫌教唆私家车司机 非法在客取囚被捕 目前获准保释 9月上旬向警署报导 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 不排除会检控有关人士 又说是接获投诉之后 经过大量搜证和调查才采取行动 没这个车辅后 没有车辆来购里的人 它是沒有第三寶的 如果有什麼交通意外 對乘客 甚至是對其他的行人 其他的駕駛人士 都是構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威脅 跟律政司溝通 拿了他的初步意見 亦都跟這個業界 保險業界 就是諮詢關於第三寶的問題 我們綜合了我們搜集得來的證據 和這些意見 我們就採取了昨天的行動